金刚经这是顶发了 没有比这个更高更上的了 一切祝福皆从此今出马 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方案 所以一下手呢 语言瞪妙文 语言是圆容圆满 没有业丝毫的欠缺 这样的经典不多 我们展开大藏经 语言顿经典的太少了 一般经典交给我们修行 确确实实是按部就按 由情而生 由意而达 慢慢来 这个发门没有 这个发门交给我们是 总您刚临 总原则就是看破放下了 直接在这里有功夫 这个众生是夜暴之身的 他有苦受 前面讲了 他有苦乐游戏血的感受 而菩萨实现呢 没有 确确实实没有 苦受 菩萨就像经上讲的 梦中佛寺 水月到场 他确实没有苦受 这没有苦受啊 他也要装着有苦受 你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我们在经上读到 佛不逃忘语 释迦牟尼佛不是三千年前呢 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成佛的 不是这样 在凡网经上说啊 他老人家到我们这个世间来 视线成佛 这一次是第八千次了 所以他成佛是九云接就成佛了 这一次来唱戏 来表演啊 哪里是这也是成佛的 在凡网经上给我们透了这个消息 第八千次 所以他是实现 他是表演给我们看 佛在世曾经也断了粮啊 没得吃啊 这是经上有记载的 他有三个月叫马门直报 这个遇到饥荒 人民都没有东西吃 当然佛偷播也偷不到了 也没东西吃了 这是马吃的 我们大陆过去叫马干 就是马吃的那个墨子 那个很粗 那平常没有人吃 在荒年的时候 佛偷播的时候 曾经吃马门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佛就告诉我们 因果 不媚的一段公案 在中国 孔老夫子 在陈绝粮啊 世出世间 圣人 大胜 大邪 也有时候在物质生活上 遇到了困难 那么佛菩萨 这是实现的 告诉我们 因果不空 要我们下的这个道理 这些话 学佛的同修 多数都能道出 都能说得出 多数也都大致明了 可是平常 我们对人 对四对五 依旧是迷惑 为什么会迷惑呢 说实在的话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有清楚 没有搞清楚 没有真正明了 对于英国报应之思 这里也没有透彻明了 于是 警觉心不够 而无时接来 自己烦恼习气 非常深重 这个麻烦思 所以境界现前了 烦恼其现行 佛法所讲的 忘得光光尽尽的 事情做错了之后了 也有不少人后悔了 后悔 无济于死 你的音动下去了 将来 还是要受国报 这是佛 佛表演给我们看着 成了佛 也要受国报 所以古德教给我们 急俗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就很有道理了 我们要想到 这个是希望世间人 怎么对待我 我就应当如何 对待大众 这一个道理 我希望别人对我好 我自己对人不好 哪有这种道理呢 没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明了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佛菩萨跟我们实习 表演 无非都是说明 这个事实 最觉悟的人 梦中佛寺 日常生活 也叫梦中佛寺 佛是觉悟的意思 不必 自己日常生活 工作 厨师 带人介入 都是 热耳不迷 静耳不染 这就叫佛寺 穿衣吃饭 都是佛寺 学人 促下手 这个底下一段 好了 前面是讲了一个前提 讲了一个大前提 这底下这几句 非常难得 我们是初学 初学的人 常常想 我要从哪里学起 是不是要从初级的学起 像念书一样 我从小学 中学 大学 慢慢去念 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佛法里没有这些 所以 善导大师 在《观无量寿经》 那个《上评上僧章》里面 讲的九费 九品 网生 他里头有一段话 非常有道理 网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有九品差别 他老人家讲 欲语言不同 这一句话 讲到我们这叫 幸福克福 是你遇到的语言不同 我们今天遇的语言 最殊胜 遇到的时候 语言顿大惊 这语言不同 你遇到这个语言 你就不要直直截截了 直接了当 那就成就了 如果你要跟一个小沉思去学 那语言不一样 你就得从人天效法 慢慢去学起了 从无界十善 慢慢就搞起了 这语言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珍惜 这个殊胜难得的音乐 精干经 这是顶发了 没有比这个更高 更上的了 一切祝福 皆从此今出 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文 所以一下手 语言顿妙观 语言是 语言荣 圆满 没有一丝毫的欠缺 这样的经典 不多 我们展开大藏经 语言顿经典 太少了 一般经典交给我们修行 确确实实 是按部就办的 由前而生 由意而难 慢慢来 这个法文 没有 这个法文 教给我们是 总明刚临 总原则 就是看破 放下了 直接在这里用功夫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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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